柯文哲的行程是不公開行程喔 但是他知道就是郭台銘的主場 但是他還是去了 這是他第一個算計 那第二個 因為他知道媒體要拍 所以他就是去 所以我要先講是說 以這個主場來看的話 誰蹭誰還不一定 第二個更明顯了 說實在的郭台銘不是先到嗎 然後他上台致死對不對 致死25分鐘 那照道理講你以政治人物的鋪排 如果今天賴清德上台致死 那侯友宜來了 侯友宜會怎麼樣 侯友宜在車子裡等啊 都是會在車子裡等 然後幕僚會講說 這個賴清德走了 現在我們的主帥可以上台了 那你看喔 昨天他明明知道 郭台銘在台上已經要致死了 那他呢沒有在車上等 他直接拉著黃珊珊在台下等 在那邊吃吃站了25分鐘喔 在那邊聽郭台銘講話 你意思不是故意讓媒體拍 讓全世界人都知道 他要營造一個受害者的那個角色嘛 我在那邊罰站耶喔 你看他昨天確實有做到喔 你看媒體喔就還湊過去喔 媒體還那個 有點那個煽風點火啦 就問他說 哎呀你會不會覺得 郭台銘的誠意不夠啊 怎麼會變成你在這邊罰站等郭董呢 你可以看出來 你看那個那個 我們上面的那個圖 你看柯文哲的那個臉 是不是很無奈的那個臉 那個表情 是有那種受害的表情 對 他就沒受了 我已經在那邊罰站25分鐘了 最招是不是去年元旦升旗的時候 柯文哲也用過啊 對 很常用 罰站啊 步道被欺負那種形象 對 他可以角逐影帝 他演的真的是很好 所以你看他就營造受害者的角色嘛 那再來下來就開始 那個一副很不耐煩 你追我跑啊 三句話 long time no see 打個招呼再走 拜拜 就三句話 所以你看他要同框就同框 要大家都拍到了拍到了 要整合就整合了 好 那我就來解析 柯文哲當這個男主角受害者 到底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因為現在看起來 非綠 非綠聯盟 或是什麼主流聯盟 不管啦 大家的氣氛就是要整合 所以沒有人要去當這個破壞整合的破壞者 如果今天誰反對整合 誰不要整合 那個就是罪人 對不對 你一定會被唾棄到死 你的選票會大掉 所以柯文哲呢 他就是要出席 代表說我是支持整合的喔 我是支持整合 我沒有要破壞喔 所以我來了嘛 對不對 你要見我 我來了啊 我還是支持整合 但是呢 我很委屈啊 我是無辜的啊 我半推半救啊 你要這樣子 不知道那種被郭台銘招撻 我在那等 對 我被欺負啊 你要硬上啊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同情票就來了吧 同情票來的話 那很多人當然 第一個 柯文哲支持者會覺得說 啊 我們的這個主帥被欺負了嘛 被硬上 被震 很過分啊 那所以這個 他第一個可以守住基本盤 第二個 我來了 所以我是整合的 所以對於這種支持整合的人 他又得到票了 第三個覺得 郭台銘你太過分了 人家就不要 人家不要你硬要來 那這個就是 郭台銘的一些看不過去的人 又會跑到同情票 跑到柯文哲來 所以昨天 等於說整場 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是獲利者 所以我才講說 昨天這個鋪排的精心大戲啊 真的受益的是柯文哲 大家看不懂 這太厲害了吧 所以蠻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要看得懂 繼續 我覺得這個話題 還會繼續再延燒下去 是 所以看起來是 拼拼拼 那柯文哲是什麼 反江一軍 因為這場原本就是 郭台銘的主場 這些計程車的工會 唯一支持郭台銘 結果被柯文哲 反江一軍 形塑他那種 被郭台銘 糟蹋的那種形象 他算是說 這太厲害了吧 柯文哲是什麼 這可以當影帝嗎 再來這個糟糕的咖糕 後續會要怎麼喝呢 對 現在柯文哲就被 郭台銘追著跑 這一個 郭台銘就被 侯友宜追著跑 侯友宜一直去找 郭台銘 那郭台銘一直想要找 柯文哲 你從楊保貞 民眾黨發言人的發言 你就看得出來 他說昨天那一場啊 什麼從八點 郭台銘從八點 一到七點 就是要營造 郭柯同框畫面